明天就是扫年夜了 新北市长侯友宜是提前一天 跟各国的新住民们围炉 由来自印尼 日本 越南等国家的新住民们 都各自端出拿手菜 来分享彼此家伙的过年美食跟习俗 侯友宜也拿出了家伙撒意的口味萝卜糕 谈起而时的回忆她还强调了 说希望大家能够团结共好 不分你我族群以及党派 放下去年的点滴跟对立冲突 用爱串起 关怀包容 小年夜的前一天 新北市长侯友宜提前和新住民们围炉 市长有备而来 市长端出家义家乡的儿时回忆 而各国新住民们也向市长 分享自己的那首好菜 我们地方上的特色 也就是说只有逢年过节 才可以吃得到的 纷纷拿出鸭香爆市长也向新住民们 介绍几道年节必吃的经典台菜 我们围炉一定有个鸡 还有一个鸡 去鸡 去鸡 去鸡啦 就是家要飞煌腾产 然后有鱼呢 最需要是 年年有鱼 所以你都可以吃我啊 用自己的名字大玩谐音 更逗着全场哈哈大笑 最后还提到新北市的新住民人数 占全国尽良辰 就像台湾所赢 今天这些菜都是我们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文化 但是意义其实都差不了多少 让我们的爱在这个地方能够联聚 所以在这边土地能够灌溉 强调台湾的美就像彩虹七彩缤纷 期盼大家都能够多元共融 团结共好的精神 不分你我 族群或党派也将新北市当作家乡 用爱串气 关怀和包容 新的一年 更祝大家开心 Together 记者综合报道